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Mimi, 罗敏庄 今天我会继续和大家重温一下 1981年播出的《岛的故事》 香港由二百多个大大小小 不同的岛序组成的 最大的岛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大嶼山 大概有147平方公里 比香港第二大的岛, 香港岛大84% 而在香港的水域范围里面 其中有部份的岛是非常小的 它们甚至只能容纳一两个人 你倒是不怕的 在这十集的《小岛故事》里面 其实有很多岛我没去过 甚至乎听都没听过 尤其像今集的主角大亚洲 在三十多年前 大亚洲还有居民在岛上居住 但是面对着城市的急速发展 岛上的居民也选择 慢慢迁出去资源比较多 交通比较方便的市区居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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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居欧尔也 这个相机 章研 最后 在这里 走 中了 你等甚麼? 我丟, 我丟, 我丟 我丟, 中給你, 中 好棒 阿健, 為甚麼你今天回來? 你不用回來嗎? 別這麼慢一點, 不如想想去哪裡玩就好了 一起去捉魚 一整天去捉魚, 悶悶一點 一起鬥快跑上山 如果誰輸了就要被人騎, 對嗎? 好 誰叫茅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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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輸了, 看死你 夠不夠你 吃牛屎 阿健, 我也有隻牛 他叫大舅 他叫大舅 你怎麼知道? 我以前掌過他 他瘋了那些牛, 所以就這樣叫他 我還沒掌過那些牛 他現在已經變成野牛了 為甚麼會變成野牛? 以前我們是耕田的, 收甚麼養豬 那些牛越生越多, 就讓他亂走 那就變成野牛了 是呀 不如我們抓他 快點 快點 七嫂, 拜託你教一下你兒子 他經常偷我的雞蛋 你別賴我, 我兒子何時偷我的雞蛋 還說沒有? 那天我明明看到他偷我的雞蛋 你現在說生蛋, 誰知道是你 你自己看著他的樣子 那明明不是你的樣子 你還沒拿才行嗎? 村長, 你來評一下你 這種人自己不教兒子 還要叫我教雞 有沒有這樣的理由 算了, 那隻雞蛋 你弟弟哥的事 隔離鄰舍爭來幹甚麼? 你住得多久 我自己不教兒子 有甚麼理由去的 阿偉, 你回來嗎? 是呀, 爸爸 阿偉, 這麼好, 回來走走走 收手… 打個電話, 讓我叫艇接你 我也是臨時決定回來的 在長洲叫街島, 也很方便 在長洲有沒有人叫你帶駿回來 沒有 沒有 怎麼樣? 醫生說我沒甚麼 自己小心一點就行了 我想回來住一個時期 好, 反正我也想叫你回來幫忙 這裡沒人會雞腸 對了, 有沒有見到那兩妹妹? 沒有, 他們和阿公有在一起住 我免得去找他們 有很多事很不方便 不過他們沒有打電話給你嗎? 有, 你知道 整條村子只收拾過電話 說多少話 好, 回去再說 走吧 爸爸, 這裡好像比以前小女兒 是呀, 賣就賣吧 或者他們想搬出去不在這裡住 好, 走 伯爺哥, 你們先回去嗎? 是呀 爸爸 這裡的魚收成怎麼樣? 好不好賣? 還沒有賣過 發那邊, 開一點 那就發那邊 是呀… 阿叔…阿健, 你被牛撞到嗎? 阿嘉, 牛撞到嗎? 陳忠, 為甚麼會撞到? 小姐, 甚麼事? 小姐, 阿健, 被牛撞到嗎? 這麼討論的?快點發給金嫂聽 我給牛撞到嗎? 我變了, 快點 在哪裡? 快點 在哪裡? 小姐 小姐, 你怎麼樣? 小姐, 小姐在哪裡? 小姐, 小姐在哪裡? 小姐, 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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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藥油嗎? 小姐, 快點拿來 小姐, 不用怕的 快點回船, 送她去醫院 不然找直升機, 我現在就在找 快點去吧… 她到底怎麼了? 小姐, 不用怕的 小姐, 送她去醫院 小姐, 小姐, 你怎麼樣? 小姐, 你不要哭 小姐, 小姐, 小姐 小姐, 小姐 小姐, 喂 長... 長州警察 我們這裡是大蝦州 我們這裡有個小孩 被野猴撞到 麻煩你… 麻煩你派個直升機 送她去醫院 麻煩你… 麻煩你快點 你們又說, 一日來搞她 他們為何這麼久也走不來 快點替我救她 健身 金嫂, 不用怕了, 來吧 啊 好, 走 這幾天的梨龍很多 是啊, 我們也要找乾草來鋪豬欄才行 對了, 聽人家說, 外面現在有些... 有些甚麼電, 冬天啊, 我們來暖和豬的 是嗎? 是啊 媽, 我想去爬山 上次你漂亮還不夠, 還到處走 你已經過了一星期假, 你好學 我還不是好學 你的樣子還說還沒好學 媽, 我想不讀書 甚麼?不讀書?你想死定了, 將來要我養你 我不是不想讀書, 人家追不上 人家個個都是這樣讀, 偏偏你一個追不上 先生說我情度不夠 那你究竟在外面幹甚麼? 都說我情度不夠 還說我的嘴, 快點回家 過兩天你好學 你讀完整書, 你給我看 快點回家 來, 我們去石灘釣魚了 怎麼樣? 康復了嗎? 走吧, 我們去那邊 康復了 康復, 為甚麼你今天這麼沒心機 偉哥, 我是不是很笨 你笨, 還有人聰明 我的書都不懂 你懶了 為甚麼你跟媽媽都是這樣說 我在外面, 除了睡覺就是讀書 怎麼都不懂 不用這麼沒心機 以前我讀中學也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們小學程度不夠 所以升上中學是比較慘的 我怕升不到班 用點心機就行了 今天要去玩 今天要去玩 好, 你先去玩 好, 不用回家 是呀… 叫不叫 叫不叫 我們在四個一起去 我走了 西洋 你們不用上學嗎? 是呀, 外面浪打 先回不來 走吧 走吧… 我去年你在這裡上學 你小時候 我小時候也是 我想進去看看 好 小時候 大家在這裡上學 我哲平 我哲平 你走了 они 我哲平 我哲平 你沒有得知 你還有是不是 你那些人 就這樣說 你還沒有 好, 我哲平 你還沒得知 是, 那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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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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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三、四、四 四年級砍第五個詞語 五年級準備中文學書 六年分吳郭惠, 今年六年分只有你一個 下星期三就升中市了 你自己溫習吧, 努力吧, 阿偉 阿偉 你這個臭小子, 叫你回去, 到處走走走 我找他叫他叫他 金手, 是我叫他出來的 你不用爭著他, 這個臭小子今天都不聽 叫我回去 來, 站在這兒等我一會兒 阿偉, 市區好不好住嗎 也不錯 每樣都很方便吧 是啊 那像我們這種年紀出來找工作 還有沒有人請 外面很多工廠都請雷工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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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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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發電機又壞了 阿偉, 發電機是甚麼不妥? 水箱穿了 明天就叫人來弄 過來給我看一封信 好 是入賣地小輪記 那當然有消息了 甚麼事? 我申請了小輪行走大亞洲 我們不是有艇嗎? 我們的艇一個月連保養費 要一千五元 他說我們人少不行 我都想到了 電燈公司不就是這樣 我們也是人太少了 整條村合起來都是十幾戶 現在我們有四個小時的電用 就算好了 又要我們自己發電 又容易壞, 真是夠了 想想想想 真是不如賣了一個算數 賣了它? 那沒電用就更慘了 我是說賣了我們的村 賣這裡? 是啊 沒多久之前 有個大財團想說買了這裡 發展做旅遊區 那你先給我回一封信給律師留 你說我們一定要大家商量過 才決定賣不賣 什麼?我們真的要賣嗎? 那也不一定 看那些村民怎麼樣 現在不只是賣我們這塊 整條村賣過十幾戶人 賣好不賣好 先回封信給人家 先回封信給人家 記得說我們還沒決定賣 算搶我又不認識 最重要是寫得禮貌一點 不要寫錯地址 還有啊 叫他先開個假來吧 上次沒聽說有人想買這塊地的 好像是這樣聽過 不知道真不真啊 那你想買嗎? 有這麼想想吧 我想搬出去看著一個小劍 那如果有人買了 不如買了他吧 不過聽說那個財團 要整條村才肯買的 其實算我說 這條這麼偏僻 不如大家都買到他就算了 老實說 住生不如住屬 而且這幾年我們都改行養豬 做得不錯 出到去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不是啊 阿偉說的 在外面都很容易找工作 那些年輕的都差不多出去了 是呀 村長, 早安 早安 村長, 這麼晚? 是 王伯, 還沒休息嗎? 還沒休息 是 金嫂 村長, 請進來坐 對了, 發電機還沒弄好嗎? 還沒 政府說要回英國配個水箱才行 這麼久 所以我經常都說 在這裡住, 真是沒什麼好 不是啊 這裡地方大, 空氣好 有空釣魚, 走山 多自在 總是不方便 有起事上來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住了這麼久, 還住不慣嗎? 搬出去住一下也不錯 阿偉也是這麼說的 那各有各好 如果在外面住 想住得這麼好的環境 那就難一點了 我想搬出去住 看著那個臭小子 這裡真的很麻煩 我來就通知你明晚開會 決定賣地這件事 如果是贊成賣的 就算不搬出去也不行 好了, 我也不妨礙你了 晚安 這首歌 是不安心 那天 有個空洞 是不可惡 好, 也請你 有個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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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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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機還沒弄好嗎 還沒, 政府說要回英國 配個水箱才行 這麼久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 在這裡住真的沒甚麼好 不是啊, 這裡地方大, 空氣好 有空釣魚, 行山, 多自在 面對一個自己住了很多年的地方 要搬遷和離開 的確一點都不容易 有點不捨得 同時要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 心裏不多不少都會有點恐懼 不過我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新的環境有可能會帶給你一個 意想不到的生活 大鴉洲又稱為南索古島 是大魚山西南部對外索古群島的主島 面積大概有1.2平方公里 相等於27個維多利亞公園這麼大 大鴉洲最為人所知的 並不是它的自然景色 而是在80年代為了收容越南難民 而建成的越南船民基流中心 當時期中心接收超過五千名的越南船民 不過隨著越南難民的問題解決 中心已經在1996年正式關閉了 現在大鴉洲來說 那個船民中心就沒有了 之後就已經拆掉了 所有的房屋等等 只剩下一個難題而已 現在大鴉洲來說 還是一個很荒謬的地方 而且因為它交通不方便 但是人們好像挺有興趣 看看船民營的遺址 還有一些設施 例如它種了一些西洋燦那類 因為它叫做鬼燦那類 還有以前的船民 有閒無事做了一些廟宇仔 越南式的也挺有趣 有些遺跡在這裡 好, 叫做客人 繼續和大家一起重溫一下 1981年播出的阿島的故事 在這十集的單元劇裡面 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些 你和我都一定去過的小島 以下下來和大家一起重溫的小島故事 亦都是香港其中之一個 很出名的旅遊勝地 就是南丫島 相信不少人都喜歡和家人 和一些朋友 有三五知幾去南丫島 逛逛游泳 或者吃海鮮 而我自己也很喜歡南丫島 因為它給我一種很舒服 很寧靜的感覺 而在今集的島的故事裡面 四對過去、現在或者將來 會是戀人的男女 一起在南丫島為愛情發聲 我才會保留 賴… 麻煩了, 阿琪 老婆的餅, 吃不吃 不要上班了, 你吃老婆的餅 你想呀, 她叫我去買茶葉 她說熬好一些茶 走旅行那個人來這裡 口渴可以喝 口渴是喝汽水 通家可以賣的 這裡又不是山頭野嶺, 多餘的 你不明白了, 這些叫獻茶 沈太太說 你關心別人的人才會關心你的 別管, 你吃完我的份 好了嗎 阿寶… 對了… 吃多多老婆餅 還是娶你老婆 常常欺負我 還好說, 一天都是你 要不然早上去九龍 你想好了嗎?我後天出去的 對了, 白骨強說 我找了一份工作一天賺一百多元 那時候我每天都可以叫她拍 看電影, 也不知道多疏忽 妹妹, 你問你永樂伯伯伯伯 還在哪兒去的? 那時候老婆遇到喜審那個 你找我媽媽 你現在有事想介紹來 租我們發田的夫婦嗎? 你說的話, 覺得不錯 是啊, 老婆不喜歡鬼婆 喜歡黃麵婆就行了 好, 你跟我來, 這邊 謝謝 阿寶, 今晚保安等我 行了 那裡是嗎? 媽媽, 有人來租我們這田 我們福田的風水很好 種甚麼生甚麼 你要種菜的嗎? 老婆教我, 我們小時候是新駕耕田的 那你要種菜的嗎? 老婆教我, 就認識了 阿喜審, 我想擺一些行李 你帶我來看福田好不好 好…我帶你去 阿寶, 順便你跟阿根收買田租吧 行了, 跟我來, 這邊 快點去, 快點回來幫我開店 阿寶, 走 究竟他是不是你老公 你說是不是 對了, 那塊是你們的田 旁邊那塊是阿根哥的 這就是阿根, 阿根 阿根, 我介紹兩個人給你認識 他姓董, 叫秀姑 他叫阿強 阿根, 你好嗎? 阿根哥 你一個人打你這麼大塊田園 菜種得這麼漂亮 你真是很本事 我…我只會種菜的 整條村子最勤勁是他 一家大小就靠種了兩條菜來吃飯 不勤勁一點不行 你還要交租呢? 真是不好意思, 你去我家問阿花拿 別管, 我怕的 最好明天你來就拿了 我走了 對了, 董姑娘, 我上班了 你們自己慢慢看 阿花 你遲到三五分鐘我不要緊 不過煮水滾了這麼久 再不下茶葉就會沒茶味的了 是否真的會有人喝呢? 當然會有人喝 多一個人喝就會積多一份陰燈 讓我去聽 喂? 冷靜 阿寶, 你的電話 是 謝謝 喂 喂 是 是呀, 聽那個鬼佬說 他說外面又吵又亂 所以他才搬進來這裡住 是呀, 那個鬼佬呢 很喜歡那些中國的東西 他說他每天除了牆田之外 他怎麼走上山頭那裡 掘那些…是呀, 近屎的人流下來的東西 還有呀, 他老婆每天都去耕田 他只是一夫唱夫唱 阿輝呀, 那個鬼佬想找一個人幫他 不如你不要出九龍幫他掘泥 不做就不做, 要不要這麼兇 好呀 男人是這樣的, 救他就算了 他正義是個大男人 認識他這麼久, 經常都還幫忙 還幫忙也有個變心 沈凱, 你有沒有經常跟你老公頂獎的 我們都幾十年夫妻了 從來沒甚麼兩句 都算托賴 你又說你老公快回來 怎麼不見他打電話給你的 傻丫頭, 我們的老夫老妻 怎麼跟你們的年輕子女 是鬼, 那次我看見你搬進來的時候 你在碼頭我看見你送走你老公 眼紅紅的, 不知道是多淒涼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女兒人家, 家人家出去幹甚麼 天天天叫口碼見面 都是爽熟面, 滿死人了 阿寶, 油鴨就裝油鹽, 裝鹽, 我們幾代都在這裡住 你現在就好了 我又不是經常困住你在店裡睡 像你在沈凱雪做事一樣 賺到錢是不是給我 就由你自己花 媽, 如果我們在香港 一早就變高樓大廈了 如果店舖在九龍, 一早就變超級市場 如果我們的店舖跟田地在外面 老島都變渣了 你這個老爸臨死滑落了 如果他死了, 要來做肥田鳥 都會益自己的田地 媽, 人人都出去了, 我不能出 你自己不想出, 你不讓人出 你自私 你這臭小子, 你說我自私 你這麼活該, 你這臭小子 這話當然是死小子輝教你的 那臭小子, 如果離開了, 我鋸得歪他 你怎麼擔心呢? 起床就要直, 要不然呢 小子就會弄傷了 早安 早安 老婆不知醜, 又說擔心有東西 因此跌到西哄 怎麼這麼刻心呢? 因此以後做老姑婆 臭小子, 你因此一身牛屍臭 阿寶, 早安 小金哥, 早安 這麼早就拿菜出去賣了 是呀, 中菜, 沒時間休沒時間 妹豬, 叫姐姐早安 姐姐好嗎? 乖, 跟爸爸喝茶 是 姐姐早安 !". ing 再見 ismus 這個男人是一流啊? 你又哪流呢? 我哪床呀? 我好喜歡你, 喜歡到死死, 要死人頭 好可怕 不行 你去床面的衣服你去洗衣又怎麼樣? 那些衣服是給你的 給我? 是, 如果你不適合的 看誰適合就給誰了 其實衣服不錯, 沒穿沒爛, 為甚麼不要穿? 那些衣服的顏色這麼沉 穿上來拍到人又老又潮緒 我出去了香港 說甚麼都要做過些新的 你出去了香港, 甚麼時候? 你老公回來了 你呢?那你又甚麼時候出去? 你媽媽應定了嗎? 那你的男朋友阿輝怎麼樣? 他自己當然出去, 有風流發活 不要啊, 你千萬一步也不要離開他 是呀, 世事的事很難說的 最討厭我找不到這份工作 要不然我一定會照顧媽媽 寶, 如果你不介意的 來沈先生的餐廳做吧 真的嗎?你真肯幫我了 那我馬上告訴你, 廢餐才行 你甚麼時候出香港? 你怎麼說? 沒有這麼快, 再等兩天吧 去吧, 你快點告訴阿輝 我… 你快點問我 你快點去吧 你快點去吧 我快點去吧 阿嬷, 阿嬷, 救命, 阿嬷 救命, 救命… 互相飛呀, 阿嬷, 阿嬷 understand 開公… 快點呀, 快點呀 別吵, 別吵, 別吵 別吵, 別吵, 別吵 誰是她的老婆, 不是你們的老婆 她喜歡她, 所以有權保護她 你們誰都沒權說事 大叔, 大嬸, 我求你們放過她 你們千萬別拉她進青山 她進去, 她就很難出來了 我來這裡耕田, 就是為了照顧她 她不是這樣, 她有時候都很識性 我求你們給我一次機會 我擔保她以後不會再騷擾你們 我一根怪在這裡求你們 我會不會再騷擾你們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來, 將來如果我黏了線 你會不會送我進青山的 要不像旁邊阿根那樣 找個地方跟他老婆躲在一起 你瘋了, 想不想就不用想什麼黏線的 還有, 你不要整天弄她的女兒玩 因為她的媽媽拿把刀砍你 我快把你氣得我瘋了, 真傻 對呀, 真傻, 這麼聰明 又不見你哄你媽媽 如果你只有一個女兒 你又會怎麼樣 說得她呢, 她喜歡嫁誰就嫁誰 最好嫁給你穆仔輝 你真失禮, 我輝出去還挺搶手 隨時有機會進電視台做藝園 你知道嗎, 到時候找到法仔, 湯仔照著 他們是南丫都變成榮星島 都是傳給我們這群傻子 對呀, 對呀, 將來你出去 會有很多女兒勇氣, 找你簽名 你就是左一個右一個 救了風流 你欣賞這個兩年才好 這麼快就嚇定粗了, 何時才能嚇得到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信女慾蘭 曾經向你許諾個縣 說我數一百天佳, 顯一百天賊 那我丈夫就會來接我回去 現在她快要一百天 為甚麼她連電話都沒有打給我 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幾十年夫妻了 難道她一點也不念狗 不會的, 她是不會的 我每天都這麼虔誠 我知道你一定會保佑我 我現在心裡很亂, 很害怕, 又會很擔心 如果她真的不理我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是不是不應該離開她走來這裡 我這樣做是不是錯了 是不是錯了 我這樣做是不是錯了 是不是錯了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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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大姐, 你知不知道那個姓董的姑娘 你跟那個鬼佬 進來這裡一起耕田的那個 那邊, 麻煩你, 麻煩你 阿花, 別去, 阿花 別去, 阿花 阿花, 乖乖的, 讓我集點菜 我沒有你幫忙不行 怎麼樣?寶, 我怎麼樣? 好漂亮 我的胭豬怎麼樣? 是不是紅一點好 再加紅一點好一點 沈太太, 我見你這麼久 你最漂亮就是今天了 是嗎? 寶, 快點, 給我穿衣服 好 船快來賣球 看起來很緊張 當然了, 我去接船 好了嗎? 好了, 快點 不要再照顧, 再照顧就遲到了 快點走吧 媽媽, 喝茶 這裡一定有很多元 湯下地方當然有了 阿秀, 她到底有甚麼好 你是要跟著她 你看, 收拾了些爛光爛雅 就當有寶 你以為做收買嗎? 你還忍著, 搞得東屋都是重重矮矮的 媽媽, 我知道我說話你也是不明白的了 但是我沒辦法不這麼做 女兒, 你好微好貌 為甚麼要跟著紅蘇綠眼進來這裡耕田呢? 你懂的, 究竟不知道做錯了甚麼事 其實我也很難過 明明是一件起事, 現在是搞成這樣 我只有你一個女兒, 媽媽就不心痛嗎? 阿姨, 阿爸怎麼樣? 近來沒甚麼事 你沒時間也打個電話回去 他到底是你爸爸 我知道他不會聽的了, 免得氣死他 你打一次就不聽了 你再打幾次 我不明白你們父女都是這麼困難的 媽媽很難做的 是呀 對不起, 媽媽 來了 謝謝你, 不等我 好幾次, 我也不知道 我們正好, 你小心 男生你這麼大, 這麼明白是你 寧願自己走來這裡住 我和美芬都很感激你 這裡悶是悶一點的 不過如果李鍾義華 都可以去美國探望兒子和女兒 兩邊住都可以的 總之你相信我, 我不會代搏你的 美芬的人都不會忘恩扶義的 今天是她堅持來探望你的 喝茶, 姐姐 這裡空氣不錯, 又靜, 真是飯都吃多兩碗 看我是不是胖了 一點點 對了, 你一向都喜歡在郊外住的 這裡住安也好, 我也挺放心的 你是不是很喜歡那間屋子 如果你喜歡, 我買給你 這麼大的屋子, 一個人住 怎麼住得了? 那好吧, 你太宗邊家打電話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 我想沒有 算快到了, 我們走吧 姐姐, 我們有空會來探望你 你好好照顧自己 來吧 我想她一定以為是我的意思 誰也好, 又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什麼時候再來探望? 你說吧, 你喜歡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媽媽, 下午才有好吃的 再買些鮮肉回去 是呀, 你想媽媽的手拿起小枕嗎 在這裡過夜就好了 明天一早有很多新鮮的 那怎麼辦? 留你爸爸一個人在家裡很不方便 那好吧, 下次回來的時候 我再買些鮮肉回來 記住, 帶阿強一起回來吃飯 你爸爸會很開心的 阿輝, 一天一個電話 從星期六我要回來 星期日晚上才想走 不要脫下 對了, 掛著你那時候 就趕快去看你 不要嗎? 九號自傳可以見到我了 記得告訴你媽媽 我出去做老婆本 就會買老婆餅回來請她吃 到時候千萬不要給我們 你肯定吧, 她不會有個壞女婿 是呀, 她不會有個壞女婿 對, 她不會有個壞女婿 天無處不開樂 海環繞身邊堂 四望無際 尋得貴家少洲 漸已破浪埋埃 有人說南丫島是明星島 老實說這地方不是特別多明星出產 只不過只要有一顆明星 它已經夠召喚整個喇叭島了 沒錯, 它就是我們的法國 周潤法, 湊潤法 南丫島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裡面有很多外國人居住 真是甚麼國籍都有 所以島上的店舖、食肆都很有特色 要嘗, 真是很久要嘗 我只是幫你找出 我每天都在偷族 有很多地方 我只是在街上 在街上都在外國人居住 有很多地方 但是是有很多地方 我不是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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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人居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